身为马来西亚华人 虽然身上流着中华母亲的血 但对中国的了解 只能通过父辈的讲述和各种媒体的报道 确实有限 整体感觉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诸多领域已经超越西方国家 逐渐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 面对已取得的巨大成绩 我们身为海外华人由衷地感到自豪 同时也对中国未来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 及突破充满信心 出世中卷是在2008年末的某一天 俊龙收到了猎头公司的邀约 他们正在为中卷中港的 槟城第二跨海大桥项目招聘人员 我俩上网查了一些相关资料 中卷是一家在工程行业 每遇度很高的国际承报公司 在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是举世瞩目的 这些年通过俊龙的分享 以及多次参加宗教组织的各类活动 感觉宗教人特别热情 工作积极而且充满干净 中国同事及领导对当地的员工 也是一视同仁 关爱有加 宗教对槟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极大地便利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槟城二桥的建成 使得槟城人民的生活更加便利 缓解了交通压力 货物的运输也更加顺畅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未来SDP都人工岛的军工将会进一步的刺激 东北区的人口增长及商业活动 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商业发展更加迅速 通过对工程的建设 宗教还培养了大批建筑技术管理人才 宗教带来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 通过各种培训来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 宗教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学习氛围 只要可努力就会有进步 不管是本国员工还是外籍员工 都能学习到自己需要的知识 宗教还经常参加赞助学校 帮助老人等公益事业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为社会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尤其在槟城暴雨灾后重建活动中的表现 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一致好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小既然就是摩得要紧的 互高众 comuně露 着色阳闵 世界大师 Au�� 社会enes